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议金融科技 那上一期视频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什么叫 CFD Contract for Difference 也就是差价合约 那么这一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二元期权 As I have promised 这个一直说要出 这个二元期权的这个视频 因为我个人认为 二元期权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产品但它也非常的危险 而且我个人非常 极度不建议去 trade 这种 product 那它的本质 那为什么叫二元期权 不是说它两块钱一次 而是说它的本质是一种 奇异期权 它是一种 exotic option 那这种 exotic option 一般的话 就是和一般的 我们讲的标准化的合约 或者是标准化的期权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 有看过我这个option 视频的 或者是说对于option 期权有一定选择权 有一定理解的都会知道 option里面包含了这种 最四个最基本的element 包括了这个 认购期权 认估期权 还有卖出认购 跟卖出认估 那么四个边 就像乐高一样可以拼装起来 那 exotic option 呢 就是指这种奇异期权 和这部分最简单的期权 不太一样的 那这种 binary option 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是这个 cash or nothing binary option 或者是 asset or nothing binary option 那前者呢 就是它的交割的标的 是现金 后者呢 就是这个现货 或者是说标的的这个资产 那它的本质呢 其实就是一种 all or nothing 就是说你要么全部得到 要么全部失去的这么一种 非常激进的这么一个赌具 那所以这样子的 binary option 它在市场上也提供了一定的 leverage 然后给这个市场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杠杆 那有相当多的这个海外的平台 也是通过这种 发行这种 binary option 的方式 然后赚到很多的钱 然后再规避一些这个 不同国家的监管 跟CFT一样 binary option也是 highly restricted in the US 就是在美国 这个 这个 binary option 是被禁止的 而且 这个 binary option 其实 其实跟赌博 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啦 因为它的 payoff的形态 也就导致了你不太可能 你其实本质上 跟澳门是说压大小压缩 那你可能通过 就 binary option 的话 你只不过是在 好像是套了一层金融市场的马甲 但事实上 它的 payoff决定了它也是一场骗局 那全球 做这种 binary option 的话呢 基本上有相当于100亿的美金 然后被这些骗子打走 那 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庞大的势力啦 因为说句实话 这个 呃 呃 呃 这种 binary option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你经常会看到各种 互联网的开户平台 会怂恿你去 开户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 俄罗斯佬啊 或者是这种 Model啊 然后很很很 flashy 很fancy 这样出现在这个屏幕前面 那其实这个 你大概就能联想到 它的性质 因为这些 二元期权的这些合约的提供商 这些broker 这些经济商 并不是什么 擅长也并不是什么 呃 合规的这种 呃 受 FSA 管束的 这部分合法的这种金融机构 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这种 binary option 同时能够 呃 推出各种 各样合约 它可以推出 crypto 的合约 它也可以推出 呃 股票的合约 也可以推出各种 反正是任何 可以去赌的 哦 的这种 都可以去做这个 这个二元期权 所以它的二元的意思 事实上就是 all or nothing 就是说 要么全部获得 呃 要么全部不 没有 这简单的就是 yes or no 哦 其实上 本质上 它就是一张赌约 就是 will an underlying asset be above a certain price at a certain time 就是说 呃 我跟你打赌 在 比如说 十天之内 Apple的价格 会不会超过一百块美金呢 然后 是 或者否 我们打个赌 好 那你说是 好 那它超过了 然后你就赚到钱 它如果没有超过苹果 那么你就亏钱 所以 呃 这个并不是trading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应该说是极其恶劣的一种赌博的形式 那对于 呃 broker 来说 他赚走你的本金 他也同时去销售这样的合约 那 呃 那即便这样 大部分啊 在股票市场中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盘准 那出现单边行情其实是少数 所以 在因为这样的情况 大部分的 binary options 其实都是failed 好 那 这个 呃 在美国的exchange 里面 price of binary is always under 100 $ 那 就是 大部分的这些 binary 都是在 100美金以下去做trading 哦 那 就是 赢了化你的100美金 输了你一无所得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payoff 那我们不用去管这些 非常复杂的这些 呃 计算公司 那我们只要知道在 全球来看都有这种 呃 巨型的alert 就是说 对于这些 binary option 这些二元期权的提供商 好 其实他们最早 他们并不算是一个brokerage firm 他们也不算是经济商 他们更多像是bucket shop 那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叫bucket shop 呃 bucket shop是 呃 类似非常不正规的这种 这种 这种地下赌装 但是他呢 又不是说 简单这种 呃 或者是这种vip team 呃 我们去打这种 呃 德州扑克 往往这种bucket shop 他可能会销售像pink sheet 这种粉单这种类型的金融工具 那他是在一种 呃 应该说是监管的边缘 他会销售很多这样的产品 那么会有很多的人 像瓜六合彩一样去到这种bucket shop 去进行押注跟博弈跟读博 所以 但是他又跟传统的casino是不一样的 他规模更小 而且呃 bucket shop一般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 呃 去操纵那条k线 来赚到钱 或者是去销售一些 极其 就是说 结构极其不稳定 或者是说 呃 就是对于 呃 呃 参与者来说 或者是参与者来说 非常不利的这些金融合约 那同样的 他们也会在这些 呃 就是chart 或者是这些报价单上面做手脚 那么最终把你的这个本金 来骗光光 所以这其实就是bucket shop 的operation 这也像是为什么 这个 呃 binary option 在世界各地 就受到呃 证监会 的一些极力的关注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 比如说可能 设一个 呃 这样子的 跟CFD类似啦 设一个binary option 设在境外 然后去 呃 去向这个 其他国家去兜售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如果你出了事情 那正如我上一期事情所说的 那你只能够找 国际法庭了 好 那呃 如果说 binary option跟CFD 对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 呃 个人认为 binary option是更 toxic 更具有危害性的 好 那其实在这边可以 呃 也看到 这是SEC的这个 investor alert 就是说 呃 呃 去严正的声明 去警告这些投资者 不要去参与到这种 呃 二元期权的这种 呃 开户啊 跟获利这种行为 那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我也不会去 鼓励各位去参加这种 呃 或者是去入金这样子的binary option 啊 我非常不建议 那呃 呃 这个就是整个 呃 的一个原文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行去 啊 这个link 啊 这个SEC.gov 去看一下 这个美国证监会去看一下 这个文件 好那今天的呃 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讲的内容的话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然后呃 评论 然后我们可以呃 友善的做一些评论 然后有更多的内容 也可以移步到 我同样我有我的Facebook 呃 我有我的这个 呃 微信公众号 跟这个官网 www.wentau.io 大家也可以去 呃 take a visit 我一般会把我的一些批年 跟一些文章发里面 也会有我们的这个 付费社区 好 那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 期再见 拜拜